我們要去的是釜山 這趟出國我算是幫自己慶生吧 也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出國玩 我們是搭凌晨3點的紅眼班機 超級累,不退不退 我們的第一站是西面站 先到西面站換個錢 然後在地下街隨便晃晃 晚餐是西面的Portochone的韓式烤肉 店門口還蠻有特色的 但菜式的內容我覺得普普 我們所在的西面就是一個白天晚上都很熱鬧的地方 住這邊超級方便 這家SPA-LINE是西面站的證件照相 裡面的裝潢超漂亮的 有男生女生的西裝跟套裝可以換 隔天早上就可以來敲照片囉 第二天要來吃有名的雙胞胎豬肉湯飯 從大園站3號出口大概走路5分鐘就可以到了 它的份量比想像中多 一個人一碗可以吃很飽 但豬胃蠻重的 怕欣慰的人直接要斟酌一下 再繼續往前走就是釜山博物館啊 我們特別挑免費的禮拜六來 還有預約茶道和韓服體驗 還蠻好玩的 博物館對面就是鼎鼎大名的 善良章魚 它的店面是和式裝黃蜂 直接坐在地板上 我們點章魚煎餅跟辣炒章魚 章魚煎餅是滿滿的蔥在上面 個人比較推辣炒章魚 雖然超辣 但超香而且超有嚼勁 我們這次其實有點算跳錯時間 買完機票後才發現 這時候是釜山煙火節 所以想說既然機票都買貴了 不如就來看一下吧 我們純粹來湊熱鬧 所以大概看了10分鐘就走了 還蠻漂亮 不過有興趣的可以到KKT提前購票喔 今天來逛個釜山大學商圈 想來推薦一家鼓掌店給大家 位在商圈內Cafe Tour 這家店的對面 店家位在地下室 一走進來就聞到很嚴重的鼓掌味 上衣褲子外套都有 價格也很便宜 而且都還蠻好看的 我們一不小心就買了三大袋 必須往釜山大學方向走 來吃廈門口旁的明霧吐司 再來我們又去隔壁買了飯捲 想說當作等等逛校園的點心 進來就要走一個大斜坡 走上來之後就在球場邊看他們打球 蠻無聊的 然後在附近晃到晚上等跟房東吃飯 這經濟還蠻酷的 之後會做一隻釜山住宿篇特別介紹一下 他帶我們來吃奧大炸雞店 聽說韓國人蠻喜歡這家的 但我個人是覺得普普 炸雞都乾乾的 醬也沒啥特色 吃完後就回家睡覺啦 新的一天 今天要來海雲台 我們海雲台第一站 是有名的五班掌烤肉 距離地鐵站走路大概10分鐘 整體來說分量不多 但肉都很有味道很香 我最喜歡的是它的爐邊蛋 超推 不管到什麼地方我都蠻喜歡去海邊的 拍照拍起來蠻好看之外 海也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可惜我們去的那天有點陰天 暗暗的又很冷 所以待一下就走了 歡迎我們來逛樂天超市 想買一些零食回台灣 樂天超市蠻像台灣大監夾樂福的那種感覺 逛了大概一兩個小時 之後會出開箱影片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去釜山必去的乾川洞 坐到扎嘎旗站 從3號出口出來 往回走 到對面的馬路大公車 大概10分鐘左右就到了 入口的這間襪子店超好滿 我們直接爆買代購一波 這裡怎麼拍都蠻美的 但主要也就是拍照而已 拍完照就下山囉 最後一天 七天假一下就放完了 一直沒吃到活章魚 所以最後一天來吃紀州家 覺得蠻有嚼勁的 但真的有點太小隻了 不是很推 不過它的海鮮泡菜鍋不錯 鮑魚粥也蠻鮮的 唯一的敗筆竟然是期待的章魚 晚上房東很佛心的送我們去搭飛機 順利的結束了這次的釜山行 掰掰